大家好,我是杨阳 我想让大家看到我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小鲜肉 我是一个红烧肉 因为红烧肉是有味道的 它是加了各种东西去做出来的 我也希望我可以像红烧肉那样 让大家看到我自身的一些不同的地方 不可能一开始的话 就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做到最好 我觉得这就是人生慢慢去体验 一步一步积累自己的阅历 让自己更加的丰富自己 最后能够演更多的好的作品去带给大家 大家真的是热爱这份事业 所以我们心里知道我们想的是什么 我们要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一定会好好地去努力对角色去付出 最后让角色得到观众的认可 作为演员的话 角色是最重要的 作品是最重要的 有了好的作品 才能让观众们更多的人去了解你 去喜欢你 那之后那个时候可能就会不一样了 龙龙龙对我来说 是我人生的一笔财富 是我人生的转折 大家好 我是 爱一点大朋友 看我和表演解释就是 跨了一个 南极跨到北极去的 拍戏的时候 等于就等于是上大学的 上中期的大学 最难的一场戏 我觉得就是 保育大婚吧 你们怎么能骗我 而且还有待遇 趋势 吗 那也发现 10年你们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会流眼泪 我必须要决 才是你来看的决 张启玲 是我 最好的兄弟了 因为那个角色 就让更多的人 会知道了我 在那个时候 那个当下 我只想着 我要走进他的世界 好好拥 对于我自己来说 没有什么是 一条上不了的 什么事我都想做 好事都会自己去做 哪怕提升 可以做 我也想到自己去唱 我觉得对于叶华来说 就是 隐忍 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虽然酸受伤 但是 我 我喜欢 我觉得 那样的一个我 是我那个时候的 一个财富 很珍惜那个时刻 对我觉得 在那样的一个过程中 是我们不断着积累 不断着学习的一个标准 我直接就跟你说 我说我不要直接钱 因为我们片子中 会有很多的特项 我希望你就是把所有的东西 都加到特效里面去 让我们最后的影片 能够有个更好的一个呈现 对 我要出镜天下移默 我也望不出身旁边的人 我也没有想太多 就觉得那个事情 就应该这么做 我不知道最后送出来 大家能够有什么样的感受 但是我真的是 希望大家能够看到 我在其中的物理 荣耀就是他们的世界 其实我也只是其中的物理 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 正好都是在我每个阶段 这些作品就出现在了 我们的生命之中 那我就要用我这个阶段 最好的一个状态去把它提起来 而不是说我要刻意地说 我要去转换成硬汉啊 或者是转换成什么 我没有这么想过 我只觉得我喜欢 我就去做了 我特别羡慕特种兵 我觉得其实特种兵 真的是非常顾虑的一个事 我们之前也是有些关系 我自己之前也穿过军装 所以说能够再次地 让我在影视作品中 去把军装在穿上 再演这样的一种类型的喜 我觉得就是对我自己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